对于您说的有一段话印象比较深刻 就是说到了这帮选手 他们每个人的音乐都不一样 可能都有属于自己音乐方面的一条DNA 然后就好奇说那属于王嘉尔的音乐方面的DNA是什么呢 没有那么严肃 就是很简单的就是知道自己要想 然后怎么样去达到了解自己吧 长话长说了解自己是我的标准 好的谢谢